主料,米饭300克,鸡蛋100克,辅量,油,盐,葱,生抽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鸡蛋加盐搅打均匀,放入切好的葱花,锅中倒油,等油冒了清烟时,把蛋液下入,用筷子搅开,把鸡蛋化碎,炒好的鸡蛋倒出备用,锅里倒油,下入些葱爆香,把米饭倒入, 小火炒干,加入生抽短炒,再把炒好的鸡蛋倒入一起翻炒,烹饭技巧,鸡蛋里已经放入盐了,米饭里又放了生抽,所以口味淡的人,就不用再另外盐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